普京,全名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,是俄罗斯的第二任,第四任总统,普京作风英朗,是一位具有传奇性的政治人物,早年间会开飞机,驾潜艇,还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,是一名非常全面的人才,普京走上俄罗斯的总统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,这组图回忆普京早年跟随领导的岁月, 这张照片是美国总统里根1988年访问苏联时拍摄的,里根正在和一名小男孩握手,男孩身后是年轻的普京,当时他已经是安全局的要员,只是伪装在人群中,身上挂着相机,主要负责确保里根总统的安全,徒卫领导一行人很多,普京夹在人群中,并不高大,手上提着的包看起来很重, 而普京的眼神似乎盯着镜头,领导在出席重大活动,普京一身绿装站在后面看报纸,身边的人都有各自的工作,忙得不一跃乎,只有普京很特殊,其实他的警惕性是最高的,他必须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,以确保领导的安全,普京跟随领导刚下飞机, 每一位领导都比他高大,而普京的眼神一直充满警惕性,虽然身材最矮,但是是最出色的特工,领导准备上车,普京在身后穿着西装革履,左手提一个包,加一个包,看起来很消瘦,完全不如前面证明领导的气质。 领导和民众在街头交谈,而普京穿着泥大衣,他的注意力完全不在领导和谈话的民众身上,而是时刻注意着周围的一切变化,图为普京跟随叶利钦出席活动,由于人太多,普京瘦小的身材只露出个头,谁曾想,叶利钦卸任后,普京先成为代总统,后当选为总统。